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司机倒是没有对房间感到害怕 毕竟现在的他更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现在穿越到了另一个人的身上 而这个人看起来现在正需要帮助 通过读取自己脑海里的记忆 小司机发现这个女人是现在这具身体的母亲 一个母亲怎么会逼迫自己的孩子吃这种东西 小司机还没来得及思考 就听见房子周围传来让人毛骨悚然的叫声 这下小司机是真的感到有些害怕了 赶忙敲门想要出去 于是小司机大喊道 妈妈 我错了 你开开门啊 但是那个女人并没有出现 打开关着小司机房间的是几个高大的男人 首当其冲的那个看见了惊慌失措的小司机 还一把抱住了他 小司机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卧室里 老司机侦探就睡在旁边的主卧中 第二天小司机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 告诉了老司机侦探 老司机侦探想了一下 夸奖了小司机一番 小司机在梦里究竟经历了什么 答案五秒后揭晓 母亲不会因为一颗糖而关自己孩子的黑屋子 这么小点是 而且所谓的母亲是逼迫小司机吃的那颗糖 所以猜测母亲不是真的 糖估计是安眠药一类方便控制孩子的东西 那个女人是人贩子 关小黑屋的时候出现的奇怪的声音 都是一伙人装出来的 所以最后见到的几个开门的男人 不是别人 正是警察 所以小司机因为没有吃那颗药 最后还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是正确的行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